1943年,溥仪的宠妃,谭玉玲,被毒杀而死。 当时,有人推断是日本人杀害了。 之后没多久,日本安插在溥仪身边的关东军高级参谋, 兼满洲国帝氏御用化吉刚安直,也就是皇上的秘书, 拿着许多日本女子的照片,让溥仪选择。 当时,谭玉玲尸骨未寒,溥仪心中悲痛异常,根本无心纳非。 但溥仪很清楚,吉刚安直并非真的让他娶妻子, 而是准备在他床头安插关东军的耳目。 当时,吉刚安直对溥仪有绝对控制权, 他执行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, 一天会见溥仪无数次,干涉他的一言一行, 禁止他自有发言。 甚至连溥仪在一切公开场合讲话的演讲岗, 都是由吉刚提供,丝毫不许变更。 当时有信件,寄到维满皇宫,吉刚都要扣下, 进行检查。 宫中事无巨细,吉刚都要过问, 连迎宾送客的细节安排,也要按吉刚的旨意行事。 在这种情况下,溥仪无法公然拒绝日本人的要求。 刚开始的时候,溥仪一直回避这个话题,想拖延一下。 但是,日本人却以皇帝必须有妃子为由,强迫溥仪娶妻。 祸于无奈,溥仪决定找一个年幼的中国女孩子作为结婚对象, 以便于摆脱吉刚安直的逼迫。 没过几天,吉刚安直就拿着六十多张中小学校女学生的照片, 弄成一个册子,再次来找溥仪,让她来选择。 结果,溥仪选中了南关国民小学的李玉琴。 关于溥仪选妃的过程,作为目读者的玉堂,回忆说, 当时,吉刚安直送来一个册子,上面有简历, 溥仪把我们几人叫来,和她一起选择。 我们也指出了几个,但是她都没有看中。 最后,她自己选择了李玉琴,因为那张照片能看出李玉琴的天真、幼稚、单纯。 这正是溥仪需要的。 而且,从简历上看,李玉琴是这几个孩子当中年龄最小的。 我是在1943年,为晚看到十年的春天,被选担工的。 当时我才十五岁,在新京女子幽级学校念书, 起初只说挑选我进宫念书,不交学费,还能得到嗓赐。 我的父母怕这是骗局,都不愿意。 可是又不能违看命令,我就这样,夹了个书包,离开她家。 多年后的溥仪回忆道,由于李玉琴年岁小,能够听我的话,服从我的束缚。 任凭我怎样教育,她都有接受的可能。 打算把这个少不惊实的天真浪漫少女,制造成任我摆布的家庭玩物,让她方就方,让她圆就圆。 当时李玉琴十五岁,不懂人情世故,也没有社会经验。 溥仪只是把她当成任意摆布的家庭玩物,而纳入皇宫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